五花斑斑 留在爱你 你说什么也没用 我知道你现在只是在放手 而且你不是而且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你说那么几句好听的话 以为再帮我我就 我会打电话过来了 你这样 喂 喂 飞走 好的 好的好的 好好 嗯 好的 那这样 我马上出发 好 怎么了 他就我过来接他 哦 那 王菲叫王菲叫你王菲刚给我打电话 叫我过来接他 那么多 那阿梅 反正我觉得啊 你也不 我也不管就是我有没有假猩猩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我是 我是觉得 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有什么 你不给我们说也好 不给直播间家人们说也好 但是呢 我希望你跟王菲哥说 我希望你不要让王菲哥就是一头雾水 什么都不知道 满含期待的来 然后又灰溜溜的走了 什么都不知道的走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吧 就是你有必要给王菲哥一个交代吧 而不是说一些狠话 然后逼他走 我觉得你有必要给他说实话 好吧 然后这边呢 我们也要下播了 因为杰哥要去接王菲哥了 然后家人们 说一下家人们 这边王菲给我打电话 叫我过来接他 然后你们的话 也不知道阿美提不提你们话 然后你们去到直播间里面跟阿美说一下 劝一下阿美 然后我这边的话接到王菲哥了 然后我要去 我要跟王菲哥说一下阿美在直播 然后让他看怎么弄 然后你们的话这边 还不想睡觉的去阿美直播间 然后跟他说一下 教育一下啊 或者是啊不用说教育吧 劝一下 有可能你们说的话他会 他会听你们说的话他会听吗 走吧 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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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走我 我最安全 我这取车 拜拜家人们 拜拜阿美 让我们现在去接王菲哥了 问问什么情况还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 找表姐了看他怎么处理 他送个墨镜了我看一下 陆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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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过墨镜吗 送过墨镜应该在榜上呀 没有在榜上 没有在榜上 还差24个 还差24个 小小小跟阿美的妈妈谈可以不我不是我家吗不是我不不用心去做不不不去说是因为阿美他妈妈现在也不接我的电话他也不接我的电话 手机快没有电了我们等一下杰哥把那个充电宝弄上来啊 我们等一会等一会看主要就是要先等消息嘛 每天王菲哥都会去努力 但是呢我们只有我们只能等消息如果他叫我一起去呢可能我更了解一点但是他没有叫我一起去 所以我也我也只能等他等他的好消息 来出现电 我还只能等他的好消息 但是这样好像 不太稳 拿着拿着播 这样子拿着 出现电这 不好拿我也没 我刚才直播这样子 好感谢现在有多少个粉色团了快一点酒了快一点酒了吗 哦只差18个只差18个就1900了这样吗只差18个就1900了什么时候回来 呃等会我们给他打个电话看一下吧 主要是我们也不太不太怕他现在正在谈事情打电话的话不太好对 然后把那三个字打出来然后点一下暗息啊大家 然后王菲哥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事情的话等一下他呃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打电话让我去接他的 我不在 可能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呃他们白天都去 chapters 罗伪 然后等下午晚一点他们才回家然后回家了之后才能 住在一起好好躺要不然白天的话他们去马罗河了 然后就 找不到人他对吧 他们都要连陆生来我看一下陆生事情 为什么都在叫连陆生呢 没有抢仙年呀我也找不到他呀 陆生哥你可以你在不在直播间呀 你在不在直播间 你在直播间的话 可不可以点一下抢仙年的话 我们因为我看好多家人们都在说要连陆生哥是不是啊 都说要连陆生哥吗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呀 陆生哥可以的话可以的话 能不能刷个墨镜的话 你在榜上的话我就找得到你 连线的话你也没有抢仙年 你我我不太找得到你 陆生哥在不在直播间 不知道啊哦可以了可以了哦 据正哥 你先把麦关一下然后再开 对 然后再开 能听见吗 可以 我在这边 我又想做一个曲步的这个小视频 想做曲步的小视频 什么意思 对 刚才我录屏了 我看曲步唱歌唱特别好 我就想做个小视频 逗了逗了 可以啊 是不是 做出来了 发给我 我先喜欢一下看一下 我就是发抖音里 大家看吧 看热闹 曲步挺有意思的 这个小小啊 我跟你说几句话 其实萧萧你的智商很高 就是过去 没用在正中 我一直是关注你啊 关注你和王菲 就是我觉得爱情是自私的 就是有时候做事可能是过了 但是 嗯 现在你这个醒悟了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现在所有粉丝里面 我看以前有一部分粉丝 对你的印象特别好 这种转变难得呀 特别难得 这回王菲呢 就是这回出来以后就是这个跟这个阿梅的事情啊 我我我个人看法啊 他实际上是村里面一种这个漏习啊 就是他的母亲可能是因为他叔叔 呃 就是长此以往对他家的照顾什么的 就是他这个 属于是男男人说说话算数这么一个呃 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么那么阿梅呢他哭我 而且他和那个阿武末 我跟阿武末这个视频的时候他跟我讲 他说他视频的时候跟他哭一直视频 就是那天王菲你们过来的时候 他跟我在视频里说的 说他一直在哭 虽然这个阿梅他不愿舍弃 在这个大城市生活 他的所有视频大家都看得很快了 但是现在他母亲肯定是要跟他说什么的 肯定这个话说的比较重 你知道吧 嗯 所以说触动了他那个孝心 他对母亲的孝心 他这个不能两全 呃 当然对我们这些吃瓜的这些朋友来说 就是对我们这些粉丝来说呢 都希望他恨得要面 就希望他能够留在王菲的跟前 但是呢你想想 这个村里的这个世俗和这个 他家里的这些世俗对他的压力太大 对造成造成他母亲 甚至造成他的弟弟命运以后 在这个村里就没有这个 这个生存的空间 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农民 他们村里人没文化 就指指点点的 所以你看他们家姑娘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所以他母亲肯定话说的特别重 现在所有的原因都源自于他母亲 就是最大的妥协 就是在最后面说狠话的上 他母亲的话我感觉是 应该是比较听他叔叔的 对 他母亲因为比较感感感激 这个他的叔叔对他们家照顾 你想一个家庭他母亲36岁 所以守寡一直在外头打工 来为了他们这个这个三个孩子 所以说也是挺苍苍的 当时我看他母亲那个岁数才46 我今年都59了 他46岁你想想都那么苍苍 哎呀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阿米还是蛮 他那天眼睛哭得肿的 他最后决定阿米有几件事 他对我做就特别不可理喻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不声不响的去做决定 就这个断然的就决绝的就走了 这样的对这个王妃和粉丝来说 打击太大 但是我其实因为我之前 跟他其实相处的算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住在他们家里面嘛 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声不响的就走 因为他可能更多的想的是 他就是以牺牲自己 然后让别人好的那种心态 他这个心态 他这个心态还是跟他文化有关 他跟他知识有关 其实我个人认为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和贫富无关 这个爱情是一种唯美浪漫 现在年轻人都会啊 你看看啊 过生日买蛋糕 然后这个那个做一些小的 你看王妃对他很用心的去做这个 就是给他表白那个就是很用心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所谓的陪伴爱情最简的陪伴就是一定要在一起吃饭 一定要在一起看电视 睡一觉醒来以后呢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啊 过碗瓢盆 但是王妃这一点呢 他因为工作忙他没有时间多陪伴这个阿媒 他们俩之间 如果说经常的假如握握手啊 经常的去看电影啊 我相信王妃不会走的 这个阿媒不会走的今天这一步的 所以这种缺失也是王妃应该吸取教训的 哪个女孩心动 她从心里上心动的时候 甚至尤其啊 就是我个人就像我这时候不该说的话 就是他们之间的身体接触 不是那种身体接触 就是经常去看看电影的时候呢 对不对 两人笑啊对不对 经常在一起吃饭呢 这种陪伴太少 在家小小在家你呢 就是私心比较重 嗯 在在在中间捣乱什么的 所以加重了她的这个 她觉得她自己不配 甚至她感觉到王妃的父母 可能对她的压力也是蛮大 所以说她就是胡思乱想 对 是这个道理吧 说的非常对 都说在这个 这个爱情啊 虽然要经得起风雨 也要经得起平淡 这个所谓的平淡 你想这个生活中的过瓢瓢瓢 就是这种平淡 为啥有些人他能活到九十多岁不红脸 为啥有些人是成天到齐打仗的 所以我不赞成阿梅现在做的 就是她在拉兔子她这个环境中 她的丈夫呢吃饭的时候 她的那个以后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她的婆婆 那说话的那个吐沫心的笨的道都是 她根本就不畏生你知道吧 嗯 这个这这种环境我就想她怎么能忍受呢 而且你像这个阿妩墨她离离婚 阿妩那天哭着那么伤心 我感觉也是网友之间对她的期盼太多了 甚至她回忆到过去的生活 可能是有种种原因她就是一直在哭 后来我也劝她 我专门为她发了个视频 把她和阿梅呢放在最前面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对爱情来说不必勉强 婚姻呢就是一种这个负责 你说你为了什么 你为了放弃亲情放弃友情 你再去错过爱情 这个事我觉得阿梅这方面还是太她太单纯 而且她昨天对王妃说那话说的 让我都很吃惊你知道吧 她说那话特别嫌弃王妃 你怎么到我家来 你没有权利到我家 你怎么不征求我意见 她不知道王妃心在哭啊 泪在流啊 所以说哎呀昨天我就特别感慨 我说王妃耐心还是满足 王妃最大的优点是在哪 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心特别服的就是 她说无论如何 我和阿美走到哪一步 我们都应该互相彼此祝福 这个就是一个男人所要做的 因为她毕竟是女人 你不能对她这个语言伤害 不能对她语言暴力 这就是王妃最最最让我值得敬佩的一个小伙子 哇 是不是道理啊 嗯 对啊 就是说 而且我现在就是说 其实小小你长得也很漂亮 你也特别甜美 说话呢 也特别的真诚现在 在这个粉丝群里面呢 大家对你的期盼也特别高 其实爱情这东西啊 就是你和王妃走不走不走到一起 你不要去刻意做这个事情 你只要平时把一些工作做的好了 她会体贴到一个女孩在她身边 给她的所有的温暖 那就是说这种情这种爱妈妈就会 支撑起来 对吧 两人感情会越来越好 所以说你要从系处来去做这个事情 她爱的人 你可以祝福她 对不对 但是呢她说说不爱了 那你有机会了 这是你的权利 她说的也很好嘛 是吧 她说我现在有爱了 甚至她当里面还说我跟阿梅 我们之间都在一起了 其实她不可能 王妃人性比较好 她不会做出那种下三烂的事情 所以说她能容忍 容忍你这个妹妹在她跟前调皮 能容忍这个曲步 你看曲步那个人 她是文化层次太低了 所以她做一些事来说 人家一看 根本从骨子里就 不值得对她有种那种 说不谈的感觉 是个道理吧 嗯 其实你要说咱们这个 整个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圈里这些人来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小啾啾 每个人都有每人的这个想法 有自己的思路是吧 但是最终大家还要看一下啊 你你爱自己 你首先你要有个健康身体 嗯对吧 你好吃懒做 刚才你对这个曲步说那些话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说要求她去学习 终生的去学习 用她自己内在的魅力来征服女孩 不是说为了征服啊我小小 那那你自己你有气质 你说话 你做事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她自己刻意的把那个衣服 她还告我我这个衣服一个多月不穿了 脏成那个样子了 然后呢你看她偷吃 王辉买的那个火龙果吃满嘴头 她跟她没偷吃 这个东西 她 我看她真是我就没法做 而且她爬那个阿梅加那个墙上呢 她去拽那个电线什么的 你看 她就是做这种事 她特别来劲 偷人棒子啊 车里的梨啊 她这个品行不好 你知道吧 后来我也特别着急 我小小 哎呀小小我知道当时你也是生气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 作为她来说她应该听你的 也就是说要读书 要健身 她那天她做个小视频 谁给她刷一个这个啤酒 她就跑五十米 所以给她刷一个什么什么 她就服我成多少多少个 嗯 那都是外在东西 没有内在 没有内涵 这个人就没素质 你知道吧 实际上真的有素质的人 你知道吧 他除了读书以外 健身以外 他要听音乐 是吧 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吧 还要旅游等等 你必须得有文化 到外面去跟人沟通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在生活中 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生活呢 才会对你用性 所以爱自己 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你小小 你现在你就是爱了自己 你要自信 只有你爱自己 你把你自己的 真正的这个气质 体现出来了 我不相信 很多优秀的男孩 都会热爱你 真的 生活 点亮自己 照亮 照亮你生命中的所有圈点 所以你走一步 你走每一步都算数 但是不能回头 没有回头路 是吧 有些人说 哎呀我们 这一辈子吃多少饭 是吧 三万多天 吃多少晚饭 这能算出来的 但是你吃的过多 你就伤害自己了 对不对 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佐 佐到最后把自己给佐没了 因为很多人 我从小我很多发小 活到40岁50岁人都不在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是因为抽烟喝酒 他习惯不好 所以拉兔子这个就是又喝酒 又抽烟又堵 家庭环境又不好 不搞卫生 以后那孩子怎么办 你说 你说阿梅在他家里 说生三个 他必须生三个 生五个 他必须生五个 你说这生活怎么弄 我就是想着 阿梅到他家 我都害怕他吃不下饭 那肯定 你那天说了我听到了 听到他自己就是一笑 他很勉强的笑一下 他你想想 哎呀说不上的感觉 其实我们蛮蛮心疼他的 他也是屈服于这个家族的势力 屈服于他母亲 他母亲没文化 屈服于他母亲 你含辛茹苦的 来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说他是个孝女 那么我这两天想一个事 就是 你看我快六十岁人了 我就想每年 我是十二月九号生人 我实际上我不姓陆啊 我母亲把我生在马路上的 所以说我小名叫陆生 我我出生在兰州 啊 甘肃省这个省会兰州 所以我说到十二月九号那天 我在呃 发个抖音就是 呃 关于我出生的呃 一个小视频 我现在在琢磨这个事 但是我为他 讲讲这个事情呢 小小你知道吗 就是每年生日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是给我母亲打电话 而且像我们在六十年代的人 不会说是妈妈我爱你 但我每年都要说 我上有哥 下有弟 他们就说 哎呀你怎么能 就是我们说不出这话来 说对母亲 我们不会说 妈妈我爱你 但是我就要说 我不会为这个去腼腆的 因为这个事 你对母亲的爱 你就要大声说出来 每次打电话 我就跟妈说 我妈我爱你 因为你给了我生命 对不对 所以我的我的生日 就是为你来为 就为你祝福的 希望你长寿 这母亲很感激 嗯 你看我说这话因为道理 所以其实 有些 有些事情 事情是不能理解阿美的 但是呢 她有些想法 其实也是 很有孝心 很那个什么的 对 从她的角度来说 小小 你怎么进来的 陆生哥 我等会 我用我的号给你点个关注啊 我先把你下来 好了好好好 讲的又得太拓了 不多不多 说的非常好 说的非常 我觉得我很 很有感悟 好 我给你点个关注啊 这边就是我好的 瞧瞧 不小心点 这边就是我的啊 好了好下巴 好好好 那个啊再见 宝安嘛 那个宝安原来是我 我认识的 原来是我 我认识的我们那边怎么了吗 那你要怎么吗 你认识又怎么了吗 认识的 那个我们的那个房卡 带我过来 我说 哪个板啊 管不了了啊 我说那个没锁了 然后帮他给我开 开了哪个板啊 你去把他叫上来啊 哪个板啊 我啊 你叫他干嘛 你认识他就给你开门啊 啊 我我认识就给我开门 开开门了呀 走咱们那个 你就是非法常入人家 直播间打一波正能量啊 直播间打一波正能量 直播间打一波正能量 闯别人家的话 就是 就是应该 用这个话来说 但是我现在是 你去吧 来我的女朋友这个话 啊 就 你去把那个人叫上来呢 什么的 啊 我看谁 我看是谁 我得了 我不说 我不说 反正那个小小 出去 走吧 你们说怎么怎么办 刚刚刚刚刚刚就就 家里面你们说怎么办 刚刚这里你就已经 答应我了 赶紧是吧 走 出去 嗯 出去 出去 你看你看 不去 没借过下的这么不让你了 真的是 拿这个 出去 没记住别人的同意 随便记别人知道没 打是起码山是吧 要是这样子玩是吧 小啊 出去 那个你 你出不出去 非家人怎么怎么办 什么非家人 又不用我都用我都用一下我的我的实力呢 能力呢 用一下我的力量把它搞走啊 说 你们说这样可以吗 这样吗 你们你们说我可不可以用我的力量把它搞走啊 我真的是 是哪个给你开的门 马上带我下来看我马上我马上我看是谁 谁敢给你看 我说反正是我那个啊 什么兄弟啊你啊 不是兄弟我 那我们把马上换一个换 换一个酒店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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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打打把那三个字打出来啊 正能量啊家人们正能量打出来正能量打出来 分了你刚才换了现在 还有粉丝团就差一个了就像一个到一千九了粉丝团就就差一个到一千九了啊出去出去 我不是我我不是给你转了钱吗你钱又领了你现在一百啥子干什么 我现在不要我钱不要了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到一千九了 我带你去吃饭 谢谢谢谢大家 你拿着我给你转的钱你请我去吃饭 我我我我现在有钱我去起磕吗 走吧你钱哪来的呢啊 你钱哪来的呢 对这这这我这里我转给你的来取磕取磕我跟你说 我们非家人这里有一个人说他们说 有这个武力把你起出去 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觉得我们是用语言跟起你出去还是用武力起你出去 什么非家人什么什么家人家人你你就 啊怎么老啊怎么老是家人家人怎么的 你别说我们非家人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那我们就用武力吧 啊那我们就用武力把他赶出去 我还动武了你再不出去 咱两个刚刚就你就有一些说说好答应我了的吗 你在这儿待着我让你等会儿饭就吃不下去 啊我请你吃饭 你等会儿也别在这儿去这儿住了 你月里面你去 刚刚是你请我吃饭现在我请你吃饭嘛现在是 你拿着我的钱请我吃饭 你怎么这么好意思啊你你怎么这么厚啊 你拿着我的钱就是我的钱 拿着我又无力请你出去 妈妈呢这个人给他捏不要捏了真的是 我现在最后在给你说一句你是自己出去还是我用武力请你出去 你看咱非家人都不支持你在这里也都不希望你跟小小在一起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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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家人啊 呀那个什么啊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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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啊 什么什么啊飞飞飞飞如果那个啊 你不是很听你那个飞飞我的话是不是啊 你说他们他们呃呃呃 那他们不喜欢我是吧 是谁喜欢你了吗 你看他们啊是呃 那你说他们赶我走你再赶我走是吧 赶紧 快点赶紧 什么飞飞什么那个杰哥请他出去如果杰哥请他出去啊 啊呃呃五个跑跑跑车的话呢鬼个跑车 原来呃别说五个了别说五个我不是五个就有一个一个你们都干不起我说 你们一直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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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 你管我们呢我们永远不然不让你瞧见 我们不听你的不让我瞧见 咋了吗有没有又怎么了吗 本来就是你有吗不行你收到过吗 不行就不行我那个取家人我那个啊 取家人那个走不走那么多的啊走不走 走不走 哎呀刚刚你都那个答应我去去给我送的吗对不对 我说请你吃饭我不是把钱转你你不是收了吗 嗯那你还要怎么样吗 我王菲干嘛回来了 你还在这呆吗 这边打一包正能量啊王菲 我王菲他他要来 拿你啊他要来拿你他要回来住啊他要来拿你 他回来住啊怎么了 赶紧 赶紧 杰哥 请一下他吧请一下他 请请 你是怎么了啊 我看到啊 我看到那个摄影啊不要动我我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出去啊 你出去说我们马上放海线 在那个 在那个 车里面的话对吧 在那个 我们马上放酒店 我们关一下这个 这个关系还关系的 这么好 这里拔他也认识的 你们这拔还 所以我跟你说啊 因为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边的话真的 那个我一个电话 能叫出那个 啊五六十个 你叫吗 那你叫啊 那你叫 不是我那个啊 啊 我 我我 出去 不想听到你说话 不想听到你说话 行不行 等会我们等王菲哥回来 我们就去换个酒店吧 换一个酒店住 这样吗你们觉得呢 怎么觉得呢 怎么觉得呢 好好 啊我真的都烦死了 以后不要打钱给他了 他真的好 他真的太厉害了 我感觉他 他比我逻辑还要缜密 他说什么 他 他说啊小小我现在有钱了 我过来请你出去吃饭 我说你钱哪里来的呢 那还不是我刚给他转 我刚给他转钱 他过来是要带我去吃饭 有时候吧 我觉得他那个脑袋里面 又觉得 刮兮兮的 有时候呢 我又不 我又觉得他那个逻辑简直了 看不成 听不成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勾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